我国古代有四大美人 分别用陈鱼洛艳毕业修花来代表西施 王昭君 貂蝉和杨贵妃四个人 其中的貂蝉是唯一在三国演义中 虚构出来的人物 既然是虚构的 那罗冠中并可展开无尽的遐象 来形容和描述它了 演义中第八回 貂蝉开始出场了 当时司徒王允 正为他是董卓的骄横残暴而仰天垂泪时 他府中的歌迹貂蝉也随之长须短叹 王允追问之下 原来貂蝉是想为他分担忧愁 已是感恩戴德之心 这时 王允想出了一条连环美人计 他想利用貂蝉的美色 来挑拨董卓与吕布之间的感情 以达到两虎相斗 必有意思的目的 那么 貂蝉究竟有多美呢 演义中刚开始形容貂蝉为年方二八 设计俱佳 一个正是十六岁的花季少女 容貌与武技都很出色 作为司徒家中的歌迹自然是要高端 大气 上当次了 在王允宴请吕布时 貂蝉艳妆而出 借着敬酒与吕布眉来眼去 借着酒精的效果 再加上精心打扮的美人的诱惑 吕布一下就把持不住了 此时 王允趁热打铁 许诺则日将貂蝉送于吕布府中 吕布自然是高兴得夜不能寐了 过了几日 王允又背着吕布艳琴董卓 酒憨之时 王允便叫貂蝉献舞助兴 这时 中间隔着一道帘 声乐奏起 众歌技簇拥着貂蝉在帘外跳起了舞 又慈赞之曰 原是朝阳宫里人 金红婉转长终身 指已飞过洞庭春 暗彻梁周连不闻 好花风鸟一枝心 化糖香暖不胜春 又诗曰 红牙翠派燕妃芒 一片行云到化糖 眉带促成游子恨 脸容初断故人长 余钱不买千金笑 柳带何须白宝装 五霸隔脸偷目送 不知谁是楚香王 总之 就是形容貂蝉那个美啊 好似天女下凡一样 再加上隔着脸朦胧的感觉 董卓立马就惊呆了 当晚就将貂蝉带回府贡亲了 接下来便是貂蝉的舞台了 他先是对董卓屈翼逢迎 又同时对吕布缠绵哭啼 终于惹得二人反目为仇 最后吕布在王允的怂恿下杀死了董卓 既然貂蝉那么美 王允为何不占位己有呢 人言道英雄爱美女 王允虽然不是英雄 但他也是男人啊 而且是位居三公的司徒高位 他为何不占有貂蝉呢 说起来 王允也算是朝廷中少有的正派人士 他虽出身于豪门氏族 但却是满腹经纶 学富五车 他不迷恋奢侈和舒适的生活 而致在一腔热血 报销国家 东汉末年的时候 朝政腐败 宦官和外戚互相争斗 买官欲绝 恒征暴敛现象十分严重 为官后的王允秉公执法 为民作主 敢于得罪当权宦官 名声越来越大 黄金起义爆发后 王允还曾带兵进行评判 显示了不一般的文涛武略 自从董卓津津后 专权跋扈 道行逆施 董卓还说吕布韦一子 掌控着朝中的军权 朝中百官无异 不是战战兢兢 宁如微乱 这时 忧国忧民的王允在貂蝉的出现下 想到了连环美人计 演义中说到貂蝉是自幼 选入王允府中 交易歌舞 王允更以亲女代之 既然是以亲女来看待 以正直的王允来说 是绝不会与貂蝉发生那种男女之事的 有人说貂蝉在王允面前自称为贱妾 那就是王允的姬妾了 也不能全这样理解 贱妾有两种意思 一是位次低下的姬妾 二是女子对自己的牵称 以王允的性格来说 她不可能表面上认貂蝉为一女 而暗地里 与貂蝉型狗和之事 如若那样败坏自己的名声 还不如直接取了貂蝉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再者 如果貂蝉是王允的姬妾 那么在董卓和吕布面前 王允称是自己一女 岂不是欺骗之罪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董卓和吕布稍微打听一下 就能知道貂蝉的嫡系 欺骗他们 王允难道是不想要命了吗 总的说来 王允与貂蝉是相认的妇女关系 王允以亲生女儿来对待貂蝉 貂蝉对王允也是感恩戴德 诚心侍奉 王允以貂蝉为棋子 实行美人计 也是迫不得已 为了朝廷 为了国家 他最终选择了牺牲女儿貂蝉的小我 来实现大我的路线 貂蝉之美 不仅美在了外貌 更是美在了内心 他为了替父亲王允分担忧愁 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之身 莫选与三国第一大恶人董卓 与他的一子吕布之间 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演技 使二人最终反目为仇 借吕布之手杀死了董卓 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 为什么貂蝉能成为四大美人之一的缘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